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哈哈哈哈 可以啊 我真的是很怕冬冬剪下去 就是干刚刚没录到是不是 欸某某你不觉得天气最近 赚凉了 你这样说也是有道理 开始穿外套了 我看你穿的好像还 蛮像夏天的 没有这个又没有画面又看不出来 对不对 对啊你看我有穿外套啊 对 好啦十月嘛 然后我就想说十月好像有两个 一两个重要蛮重要的节日可以 哦 来这个话题 这个今天的话题一起聊一聊 有两个什么?两个国庆日吗? 反正上个礼拜十月一号的时候 是中国的国庆日 哦 全名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 我查到的啦 是这样讲 国庆节 然后那一天其实 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大家在讨论那个欧阳娜娜 你知道欧阳娜娜是谁吗? 欧阳娜娜在口袋里捡到两百块 不是 不是 那个是她的 姐姐 欧阳 妮妮 妮妮在她的口袋里捡到两百块 那欧阳娜娜在她姐的口袋里捡到两百块 没有这是你自己讲的 啊没有啊 没有听到 反正她就是在那个 央视的一个国庆的节目上面 就是表演 表演 然后唱了 那个 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 有说向祖国告白吧 而且我记得她有就是 她受到那个节目邀请之后 还有就是受访嘛 有一连串的一些发言 我现在不是很 但范妮我记得你有跟我讲 她不是说什么吗 她发言就是很很这样 她很高兴还是什么 有吗 她说什么 我只知道她后面好像有毕业吧 就是 有出来的时候 她好像就有受到邀请 然后就有媒体受访 她说啊 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 她心得 她说我好兴奋 就是能够就是 帮祖国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听她有这样子的 身份上的认同 所以 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继续讲 这件事情后续会怎么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台湾的双十节 台湾现在有放假的一节 十月十号的双十节 诶这个就很有趣了 因为你知道跟萌萌相处久了 你就是要练习讲话 避免就是踩到她的尾巴 然后后来 然后范发现我的尾巴很多 很长这样子 九尾腰虎 对走来都说 诶我贴到什么东西 又是我的尾巴这样 诶其实萌萌跟我讲的时候 可能一天到晚那个毛都一直竖起来 只是你们一直看不到 对 没错 反正 呃所以我就想说 诶国庆日 然后我就想 我就想说诶那 我好像应该要查一下说 台湾的国庆日是 怎么来的 诶等一下你看我刚刚有讲错了 台湾的国庆日 为什么我说台湾的国庆日 这句话会有问题 诶 我们到后面 好 后面再来follow 对大家要听完 我们先来那个讲那个 哦哪哪 大家多学一点 就会烧踩到一些人的尾巴 这次真的就很恐怖 对啊 不过反正我们节目的 本来就是希望 大家都能了解这些尾巴在哪里 对啊其实就是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说 真的要那么政治正确 但确实就是说 也许在我们 了解一些用词的时候 其实诶 它背后其实有些不同的 政治含义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要不要用这样的说法 或是你可以用其他的说法 其实这也蛮有趣 你了解的话 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 偷偷观察到他一些 在立场上 对对对对 这个在什么时候很有用 打计程车的时候 哦 有说各种司机吗 对啊司机啊 随口一聊 他有些用一些词就说 嗯这个人 应该跟我同样立场还是不一样 你就知道要不要解答话了 OK 好来回到欧阳娜娜的话题 娜娜后来怎么了 其实不只是欧阳娜娜啊 张绍涵他也有 张绍涵 就是那个 年轻的朋友还记得张绍涵是谁吗 就是八年级的 应该都知道张绍涵 八十几年次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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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大约25岁到30岁左右 左右人他会知道 那一批的一些 隐形的翅膀 哦就因为他跟欧阳娜娜跟张绍涵 就是一起在中国央视的那个 他们的国庆特别节目表演嘛 唱那个什么我的祖国嘛 嗯 对那那个其实 我们就有在讨论啦 就是那 为什么要找这些人 他台湾人 或是中华民国国际的人 去中国央视去表演这个节目 我记得那个 范有真理的一些就是 他们的什么impact 这叫什么 影响力的指标 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会演变成一个 就是可能在台湾社会上讨论很多 很大的话题是 在那个画面上 就是那个活动画面上 其实一排站出来的是各种族 族裔的 族裔省分 或是少数民族 或是少数民族 歌手 就可能娜娜 欧阳娜娜她可能象征的是 中国台湾 不是什么江西哦 江西那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新疆的啊 或是蒙古 蒙古 蒙古这样子的一个 他是有一个意涵啦 然后我们就在聊说 为什么挑娜娜 就是 怎么 中国的艺人 这么多 年轻有才华 会唱歌 有影响力的 那娜娜娜有才华会唱歌吗 我不知道欸 你不要以为你讲的小声就录不到 对对对抱歉 你知道我就是 我就是跟 某某就在吵说 我觉得娜娜 他算蛮红的 然后他就一直很疑惑 他就说哪有红哪里红 我有那代表作是什么 就讲不出来 对啊 就大提琴吧 他姐姐捡到200块 就这样 那是代表作吗 所以我就 我就跟实习生说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定义一个人 红不红这件事 所以我们就很 很 肤浅的去找了他们的社群流量 ok 然后就某某还跟我说 可以用买的 也不相信 很惊人 来来娜娜 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认同林志玲很红吧 这个我们有在公式对不对 林志玲 那我所以我就用林志玲当成一个 标准好不好 好 我们我先看IG 因为IG是 台湾人 蛮多人在用 艺人好像比较适合 对对对这几年 所以我就看流量 欸 林志玲IG就是一百万追踪 一百万follow 百万follow的网红 但你知道娜娜多少吗 娜娜 娜娜是她的三倍 三倍 三百万 娜娜有三百万的IG follower 但也有可能 我们也有在聊说 有可能是因为她都是年轻 更年轻的 年轻的 会比较使用IG 对会比较使用IG 中国不是不能使用IG吗 可恶 但他们可以那个啊 他们可以VPN翻墙 翻墙去follow 所以好我们就把IG 当成一个 台湾的知名度的标准好不好 虽然这个应该会被人家 她是林志玲的三倍红 对 用IG动指标 好 虽然不知道这个会被骂 应该会被骂 可是反正我们就是 我们也找不到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就先用这个 还有在中国 对我们就看微博 最好笑的就是因为 我们都没有在用微博 所以我们还在那边研究说 到底要怎么看 对 在研究 好 志玲姐姐多少 志玲姐姐是一千九百万 OK 一千九百万 nice nice 但是你知道娜娜是多少吗 娜娜 三百不是 两千万 娜娜 微博两千万 就是有一整个台湾的人口 在follow 在中国用微博 所以你这下你可以认同 娜娜其实 还蛮红的吧 她在中国红吧 她在台湾红嘛 好问题 好 反正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看 对 我自己啦 我自己这样看起来 我觉得她 中国 央视为什么选娜娜是一一 我觉得是她 她在中国 这个 至少这个领域中的影响力 对年轻人也好 或是知名度 或是其实你在很多中国的 众议节目上面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娜娜的声音 哦 所以她有这样子的影响力 再加上 她是台湾人 OK 就是有这种加成的感觉 对 就是大家 就是说两千万的 微博follow的中国人都知道 都会看到一个 来自中国台湾的 年轻女孩 然后在节目中 表现她的才艺 还上这个节目去 歌唱我的祖国 就她有这个台湾人的身份 有这个 而且是中国台湾的身份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 会看这个节目的人 嗯 都是中国人 主要就是他们中国人自己 对 所以之前某某有教大家一个字 叫维稳 就是维持稳定 嗯 就是她其实 主要还是针对所谓中国的TA 就是做给他们看的 OK 所以就是你刚刚讲那个画面嘛 中国人在看电视 看到一排说 哇你看这些少数民族啊 蒙古人啊 也许维吾尔人啊 啊中国台湾人啊 好棒哦 在四海生平 都来我们这个祖国央视的节目 一起歌唱歌颂 我们的祖国多么的伟大 就会有一种说 对啊你看我们多强 嗯 啊这些人在那边搞乱 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在什么香港啊 在台湾啊 境外势力在那边欺负我们 就可以达到那个宣传效果 维稳 维持他们国内的这种问题 所以要问某某 其实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大外宣 嗯 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之前常讲的 就是 其实这些宣传目的的 第一优先都是真的对内维稳 对 然后如果他同时达到了外宣效果 那就是贪掉啊 赚到了 赚到了 就是如果有台湾人看了这个 中国央视的什么节目 然后织合区的 也被感染到说 哇我的祖国真的太棒了 ok good for you 就是好你赚到了 可是你看 好外宣效果 好你想要达到这个效果是不是 但是这这个事情传到了 台湾之后 嗯 看起来 看起来外宣效果好像 有点 对啊 反效果 所以他的目的就还是啊 内部维稳为主 他为了要维持内部的稳定 甚至是说 他宁愿牺牲 他在外面的 形象 你说在 中国对外 台湾或是中国以外的 形象上 对的形象 就可见 用这个反观来想就是说 可见他内部多么需要 维稳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些 意见领袖 是怎么去 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哎等一下等一下 讲意见领袖之前我刚想到 因为其实就在也是 这几个礼拜啊 就是也是有类似的事情 就是像 有些艺人他们好像 试图代表 中国台湾啊 去展现这个 中国各个民族的和谐吗 之前你有没有看到 对 有一个 应该在海峡论坛的时候 有一个 那个 阿美族 台湾阿美族的 那个 年轻人啊 说什么 代表什么 三地族群等等的 那个 然后 什么 觉得中国祖国很棒啊 什么等等 你是不是 我有看 然后我还拿给我男朋友看 因为我男朋友也是原住民 就是阿美族 就是其实 我我也是只能 这这个言论也是只能代表 我男朋友 作为阿美族的个人立场 就是一个人 你今天在 呃中国去发展 然后你在发表言论上 其实无论你讲什么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嗯 就是作为你这个主体性 你所自我认同 欧阳娜娜作为他个人的一个 自我认同 你不能去外面说 我代表着 台湾的原住民 怎么样怎么样 山地同胞 对 然后他其实那个 呃 原住民委员会的 主委 主委 他其实也有出来说 其实他 发表这个言论是 不太适当的 嗯 我自己的联想 其实我觉得 这个跟欧阳娜娜那个合起来 我的理解啦 OK 希望娜娜粉不要来 出征我们 娜娜粉应该不会听我们节目 真的吗 他们在微博有两千万人 然后两千万人 开VPN进攻很恐怖 我们的触及会 会抱增 没有就是 因为像这个 这个阿美族的朋友 威力好了 大家后来就发现 他说他其实他做生意啊 都在都在中国啊 都在对岸 那 意思是说 其实他在台湾 也没什么 没有什么生意 或是 或是没有 没有什么成 我们讲成就好了 那一样欧阳娜娜娜 我们可以提到说 他好像 虽然follow很多行 大家都知道他 但是其实大家都 也都提不得说 那那到底有什么 代表作 好像 对啊不知道 好像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 代表作 那我自己联想到 就是说 其实像这样的人 他 反而是因为 他有台湾人这样的身份 嗯 所以 他会在中国得到一些 所谓的红利 哦 对 加值的作用 加值 我怕讲一些地域梗 什么 什么加分 原住民加分 不行不行 好危险 喂不要不要讲这个 就是但因为他是台湾人 所以中国官方 会给他更多的机会 让他去当样板 就是你看我们中国 台湾人的这个 张绍涵啊 欧阳娜娜娜来我们表演啊 这个来自中国台湾 正当 架杠的台湾人 是原住民 也来中国 说自己是什么 炎黄之孙的一部分 是啊有些评论也是说 如果今天欧阳娜娜 不是台湾人的身份 或许他们会找一个 更不一样的人来 对啊 你说欧阳娜娜 我不知道她的差异是什么 她不是表演拉 什么大提琴在 她是拉大提琴 对 蛮有名的吗 还是只是演艺圈中 比较会拉大提琴 呵呵呵 我不确定啦 其实说实在作品 我也是对演艺圈 稍微比较不了解 没关系 我们不要管欧阳娜娜娜 对对对 其实我们 其实 我觉得延续一个讨论 好了 像 我记得那个 黄历成还是黄历行 麻吉大哥 麻吉大哥 他其实也有po文 然后觉得说 我们不要再为难 就是 藝人 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只是为了赚钱嘛 合并呢 可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讨论起来 不一定 只是针对说 欧阳娜娜在讲这句话 做这件事情 而是说 中国 中国他们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吃台湾人豆腐 其实是更需要被检讨的 OK 他们为什么不断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很多 你不觉得很多艺人 其实 他们就是这几年来一直要 被强迫去讲这些事 被强迫表态 被强迫表态 对 无论这是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 但是只要中国政府看到你 做这件事 然后你就 他就爽了 像之前有几个比较著名的 的例子就是 嗯 应该是2018年 我记得的话 在金马奖的时候 因为在颁奖的时候 有一个人得奖 一个纪录片得奖 对 那个跟中国啊 台湾认同那种议题 比较有关 所以他在颁奖的感言的时候 我得青春在台湾的那个 富裕导演 对 因为他发表的时候 讲了一些有点像是 跟国出认同有关的题目 所以在场 因为金马奖 其实算是整个 我们讲东亚 或是我们讲 如果用华语电影界的大奖 所以很多中国人来参加 哇 就在那个瞬间 超多人 超多那天有参加 金马奖的台下中国人 他们在中国的微博 开始全部发 趕快就发文 发就类似那种什么 啊 什么祖国的 强大的力格都不能少啊 这个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 马上发 为什么不行 我不发不行 我不发 我在台下台上 当然你可以看到说 你觉得那些是 他们在台下自己发文吗 也不一定 他们的经纪公司 他们有什么这些团队 要趕快帮他发 不然他们回去又被修理啊 嗯 那你说在那样的国家 有没有 不发这种表态 言论的自由呢 嗯 这个就很有所在法律边缘耶 而且讲到这个监督 我就想到 最近有一个 又是一个新闻啦 就是有人讲那个 有些大学在签一中承诺书 哦对对对对对 那什么是一中承诺书 某某解释好了 我怕我讲不清楚 其实就是 中国的学生如果 但现在疫情比较少啦 但中国学生如果之前也要来台湾 然后跟一些学校啊 大学啊 比如说合作啊 交换学生啊 留学等等的 有些学校会跟他们 前一些合作计划是写说 就是我们不会谈一些 就敏感议题啊 敏感的政治议题啊 保障 保证这件事 对对 他们才要来这样 都吐槽 就像我们实习生读政治系的嘛 所以就说怎样 我们来读政治系 但是我们不要谈政治 太敏感了 直接 不谈这个谈什么 对啊所以 很多的情况是变成说 我们可以好某些程度 我自己啊也可以理解说 有些艺人 他可能要在中国发展 为了要赚钱 他可能要低头 嗯 那是为了去中国赚钱嘛 但是这种言论自由的局限制 其实会 被逆推回来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 变成说在台湾 台湾人自己人 你甚至在台湾 比如说参加金马奖 你可能都要因为 甚至不是你自己 但是因为活动过程中 有人发了一些言论 发表一些言论 可能有点敏感的 你要表达立场 你就要表达说 你没有 不表达立场的自由 你必须要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不是言论自由犯 就是你没有 不表达 对中国有利立场的 的 的另外一方的自由 因为我听你也分享说 有一些中国的学生来 台湾做 交流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个 对 监督员 其实有点像 我们这个 台湾的朋友 就是我们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时光 就是会有职业学生 就是比如说有一群 有一群这个 中国学生如果来台湾的话 他们其实这里 来台湾都会有一些 小团体嘛 嗯 他彼此其实还有一些 职业学生做什么呢 去监督这些 你们来台湾之后啊 你们有参加一些 过激的活动啊 就这样一些集会友情啊 去听一些不该听的讲座啊 读一些不该读的书啊 这会有记录 会被 会被回报的 像我之前有 知道的一个现象 是为以前 呃 念书的细数啊 他们曾有一阵子有办一些 叫做那种 也是两岸三地的研讨会 交流会 那那种研讨会 我不知道大家 以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就是有些研讨会 会让学生写一些 学术的币报 poster海报这种 嗯嗯嗯 那其中有个学生呢 有个学弟吧 然后 那个他有写的 因为 呃跟 总是跟一个台湾国主任 同有关的一个题目 里面有个poster 就是会贴在会场 但是因为知道 中国学生要来 所以被系上要求撤下 哦 对 不能放 对不能放 为什么这样太敏感了 你这样 他们经过看这个怎么办 很尴尬啊 对不对 这样他们来的学生也困扰 他们带着老师 这样造成大家麻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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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撤下来 所以并不是说 我们有些学术论文想要去对岸 发表 被挡下来 好这样就算了 他不能接受 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 然后我们在这些土地上 我们就还要考量 对方的感受 因此我们有些事情不能说 有些事情不能做 不能讲 这样就是言论自由 被逆推回来了 而且大家不要以为 这只是什么私校啊 或是一些 比较小的大学 才会发生的状况 其实有一些 这么快要站学校啊 没有啦 我只是说 各种就算是知名的名校 也会有这种情形 其实是不分校园的 你在偷偷的透露 比如说我之前读什么学校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 就是这种这情况 不是只发生在小众上面 可能是什么台青交什么 都有可能有 像其实一个公开的资讯啊 像 2017年那时候就是 这个一中承诺书的事情 有爆出来 然后就是有看到清大的 对啊 学校有签这一份书 然后又被清大的学校 教育部把证实啊 对啊 对啊 这是公开的资讯 所以就是言论自由的逆袭 是一种就是 我觉得这种很恐怖 就是你以为 只有去了中国 才有些话不能讲 没有你在台湾 自己家里 你也会逼得 有些话不能讲 所以 欧阳娜娜这件事情 就延伸讨论到了 言论自由 欧阳娜娜 到底有没有一个 呃在 在中国的领土上 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立场的一个 或者说我们台湾人 该怎么样去判断 他有没有这个言论自由 好啦我们先讲一些 一些那个国民党立委的一些反应 这么快就要讲笑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啊就是 就是我觉得 事情发生 有时候大家就是会观察一下 嗯 一些意见女秀是怎么说的 像陈玉珍嘛 陈玉珍 意见女秀 对 嗯 某种形式的意见女秀 他就说 他就直接讲说 言论自由跟表演自由 是一种基本人权 嗯 另一位 另一位立委 废红台 也是说 难道唱个歌就台湾就会被统一了吗 有这么严重吗 对 那某某呢 你有什么想回应的 我自己啦 我自己还是会 觉得就是说 就是 我个人会觉得 他们这些艺人去赚钱 好啦 你低头难免 就算了没关系 嗯 你看大家可以搜寻 报新闻 他听说赚很多钱 如果有这么多钱 我想很难 很多人很难不低头 但是呢 中国国民党的政争 我实在真的很没有 资格讲这句话 为什么 因为他去去参加 中国的国庆的活动吗 所谓中国的国庆 在1949年10月1号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建国的国庆 是要庆祝什么呢 不就是要庆祝中国国民党 在这个中国 或是所谓的中国大陆地区 被打败被沦陷 被赶到台湾来吗 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真的有脸去跟大家说 没关系啊 你去庆祝大家来庆祝 我们被打败很好啦 去对岸庆祝一下 他们说真的话 不会觉得很 很对不起自己 或是以他们如果说捍卫中华民国好了 他们去庆祝一个打败中华民国的庆典 支持这样的事情 或是说不反对这样的事情 我自己是觉得实在是蛮 蛮悲哀的 其实你不讲我还真的没有仔细去想过中国国庆的由来 对啊 连结不起来 对有点连结不起来 但我觉得好 问听众有多 你在听我们讲这一段之前 你知道中国国庆的由来是什么吗 留言告诉我们哦 哈哈哈 干真的大家不会知道啊 可恶 可恶 好 你就跟你讲你投问成太后了 可恶可恶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我们讲这样的言论其实特别的讽刺啊 嗯 嗯 那还有吗 你还有听到什么 哦哦对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国民党立委叫做 李桂敏 他 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诶那个什么 阿妹 张慧妹在2000年的时候 在台湾 好久以前哦 中华民国 在陈水扁的旧子典礼唱中华民国国歌 就被封杀 被中国封杀 他用这个来 来 来比喻就是说 有点像比喻就是说 啊我们不能就是 这件事情你知道大到连 嗯 当年可能只有 七岁的我都还有印象耶 等一下 你在不经意的透露别人情 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很很很难 记忆 记忆特别深刻 因为他那个新闻大到就是 可能爸妈的那个 新闻的头条 都要转到那一台 所以我对你 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是超有印象的 对 那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一样就是一种 言论自由的被 被逆袭 被逆推回来 呃原本的讨论是说 你看啊原本讨论是 中华民国 或者说台湾人的欧阳娜娜娜 去中国 宣扬 中国的 什么我的祖国 这些事情有没有问题 但是中国国民党的 我们政治人物拿来比喻 就是说 哎 啊台湾人在台湾 在或是在中华民国 唱中华民国 国歌 被抵制 被对岸抵制 嗯 拿这种东西的类比 就是说 好像类比说 我们台湾人在台湾 这块土地上 也要接受就是 接受言论审查是对的 嗯 所以就是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真的是蛮 幽默的 我们就交给就是 广大的听众跟国民来 来判断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一定很常听到 就是 去中国发展的艺人去发表一些 自己国族认同的讨论 但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次还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在讲 到底要不要开罚 哦要不要罚他们 对 因为之前什么 好几个艺人 他们讲自己的声明 好像都没有听到说要开罚 周子瑜啊 或是说 还有谁啊 有 黄安吗 讲不出来了 至少黄安有人在 吵 要不要健保 要不要拔掉 但是这次是 突然有多了一个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法 就有人提到一个相关条文 那个是 两人民关系条例 33条之一 他其实里面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 就台湾的人民啊 或是 就是一般的人 台湾人 还有就是什么法人团体 就是公司啊 或是民间团体啊 你没有经过 政府的许可的话 你不能够跟中国的一些什么 党务啊 军事啊 行政啊 政治器官啊 做一些就是 合作行为 或是一些 政治合作行为 那 这个时候就 可不可以罚 如果他真的有 被判定是这样的行为的话 他其实某些是可以罚的 但这就要回过来去判断说 诶 到底去唱 那我们定例一下啊 到底去唱央视的 这个我的祖国 算不算是这种 官方的合作行为 对 但你觉得要罚吗 唉 这样你会让我觉得 罚不罚 因为因为中国他办的 任何大型的节目 呃 综艺节目 或是呃 跨年晚会 或是各种晚会 他其实都会蕴含一些 他们自己要宣传的一些 对 官方色彩的那些 那你如果这样子就定义好 广义这样子 就是一个政治行为的话 那那些蔡依林 呃 周杰伦 嗯 什么这些大的艺人 林俊杰 田富珍 是不是全部都要罚 我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很尴尬 就是说大家虽然看的不爽 但是这一条如果真的用下去 我觉得那个线很难画 嗯 就是你杀 就是要杀到 所有人 所有人 对而且这个我会有 我自己觉得也会有一个很 嗯 在政治处理上会很麻烦就是 你反而会被 要被 让艺人被要求强迫表态 譬如说 你看如果我是中国 哦 好你现在罚欧娜娜是不是 我就故意叫周杰伦 你也来 我就看你台湾罚不罚 对不对 蔡依林你来 我看你台湾罚不罚啊 欸我还没想过这个方式 那如果台湾不罚 你就被看虽小 就说 所以你看嘛 差别待遇嘛 你就是你没有标准 哇你不是说你罚是国家 那你A罚你B不罚 有什么道理 所以 等于是那个东西如果 线化的很明确 反而会让 中国有操作分裂台湾的空间 你可以想像 如果这个什么周杰伦在 欧雅娜娜被罚 可能大家 嘿嘿嘿嘿 活该我发不跟他不熟 但如果周杰伦在你被罚 哦这可能会有点 这个政治不稳定的局势 对嘛所以我 我自己的理解说 可以谴责啦 我有听到 我分享几个我听到 认觉得要罚的观点好了 一个认一个观点是说 呃罚的意义是 政府的公信力嘛 就说去 呃 不认认为这件事情 是不试任的 是给 台湾人民的一个 一个意义 对 就是说 不好的行为 这是不好的行为哦 你做的话你就要被罚 那我们有相关的法律 可以这样解释 对对对 尽管那个罚金可能对于欧雅娜娜 或是对于在中国大陆 发展的艺人 对不起我不能讲大陆 这是我 在这个脉路 对在中国大陆 这个脉路下 我们改天再解释 为什么不能讲大陆好了 在中国去发展的艺人来讲 呃 好像可能也没差 对啊口袋也就剪两百块 因为四十几万而已 不是那他剪 口袋也剪到两百块人民币 所以可是 可是对于我就是 我另外一个同事跟我分享的论述 他觉得是 政府做这件事情 就有点像是 开罚 嗯就是 呃不行做 这样跟你讲不行做 划清界限 跟其他人讲说 这样做是不对的行为 嗯 然后我听到另外一个论点是说 呃 今天台湾其实是很有自觉的 就是很有自觉知道做这件事情是 不好的 OK 或是是不太适当的 是会被谴责的 那在这个 在这个社会氛围下 不罚没什么关系 OK 大家如果都知道这是错的 那我不用特别去罚 大家都知道这是错的 对 然而 然而如果大家都说 不会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女孩啊 然后在一个大的国家 很棒啊 很棒啊 什么什么 哇那个国防部的那个警报 就 那可能真的就是要罚 罚出来了 OK 就是 somehow某些程度 我们政府 或是 就是如果台湾人民的这个社会氛围 已经知道这个行为是错的 好 那我们也许不用处罚 因为整个社会自然会去处罚它 但是如果万一我们现在的社会氛围是 是那种就是 诶 也不会不行啦 还不错啦 他还没关系啦 没有去谴责这样的行为的话 嗯 那政府就必须沾出来 有点像是说 宣誓说不行 这个是错的 我们必须要开发 跟就是跟大家讲说 这个不是我们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要建立那个制度 因为我自己就会回想说 这么 就是中国国庆也这么多年了 难道没有任何一位 台湾的艺人曾经在台上 就是唱过歌吗 嗯 什么小虎队啊 那些五七龙啊 小虎队啊 哦你竟然知道小虎队 就是他们 你亲爱朋友知道小虎队吗 没有知道 请留言告诉我 不重要 anyway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有唱过啊 可是 但是当然是时局是不太一样的 对啊对啊 就是如果 我觉得那个东西当然很差异很大 大家反应会那么大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是在一个 就其实像一样 2019年之后 像是习近平提出来 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就是百民要跟你推说 台湾就是要跟香港一样 推动一国两制 然后呢 香港又发生那么多样 就是很离谱的一些镇压事件 那 在这样的前提 然后又有什么军机到台啊 什么军舰啊 去烧了来烧了台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 如果 我们还认为说台湾人 去 中国 歌颂祖国 嗯 没有问题的话 我自己说 自己说的没有问题是说 不只是说 不只是说政治上的惩罚 就是要罚钱 还是说人民的观点 都有 如果我们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那某些程度就是来默认说 没有 中国这样做 没关系 对 我们逆来顺受 这样做刚好 嗯 所以确实就是 在这样的时局之下 还去 执行这样的行为 所以必须要 不管是政府的惩罚 或是舆论的惩罚 嗯嗯嗯 势必要有一个债 对 至少你看那个苏贞昌 他自己也 跳出来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嘛 也算是 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声音出来 然后各 各界民间的声音 在台湾内部的讨论 台湾 这个也算台湾的维稳吗 可以这样讲吗 我觉得比较像 这有点像就说法叫防卫性民主 防卫性民主 就像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就原来说说 政府不一定要罚 但是民间要干爆 哈哈哈哈 骂爆他 呛爆他 让大家都知道说 不行这是错的行为 对 至少让我们自己的台湾人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 就是不是很理想 对 就是不要这样子做 嗯好 这个回这个我们十一国庆讲完了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国庆 就是 诶 这个啊我想一下我的用字 我想一下我的用字 这个 十月十日 为什么我一开始讲台湾国庆会被diss呢 因为请问大家想要知道就是 无论你是不是麻瓜啦 你有想过我们的这个双十节的这个国庆的国 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国吗 双十节要侵入什么 对我不知道现在的就是比较年轻 我常常比较念那种国立编译馆教科书的人 应该都知道什么双十节 十月十日 武昌起义啊什么这些事情 但是我好像比如说武昌起义是由来好了 武昌在哪里 武昌在哪里 在哪一个 在哪一个地方 I don't know 在哪一个审犯 不知道 实习生救我 哈哈哈哈 走一下可恶 好了 武昌其实就在那个啊 武汉肺炎爆发武汉旁边 啊 武汉武昌跟汉口 OK 那是一个 好对不起我们讲远 对所以 武昌是发 武昌起义这个事件 其实是发生在对岸 那在台湾当然就是 变成什么武昌节啊 有这些地名 但是 当时 1911年所谓发生武昌节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台湾 这个土地上 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台湾在日本统治的时代 那个时候就是 蛤 对啊 对啊 有人在抗争旗 Good for you 就是祝福 就是跟我们现在在居住的这块土地 其实是 没有 没有关系的 对 那只是后来 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 移到台湾来 然后好像 哦对 我们在回溯去说 啊对啊 你看我们要庆祝武昌旗啊 哇这个 所以台湾对于台湾人而言 到底这个 Where theinker lord were here 是吗 紫之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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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 mystical 其 Motors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了一下在一下 蔡英文去年在国庆日上面是怎么 讲这个节日 对因为她有没有踩到楼 所以我比如说 她们现在都很会 很聪明 因为她被你们训练到 就是 已经很有视觉 就是不管哪一方 tutti 就是嗯好 就是他游走在两方都可以安抚的很好 所以我们看 所以我觉得就今年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听听看他的一些用词 那我先讲一下去年有几个用词 好 他有提到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的国庆日 好 这个是事实 对他主词是中华民国的 国庆日 对OK OK很好 然后但他有提到说 啊这一天是属于两千三百万人民的日子 两千三百万人 就是台湾台澎清白的人 没有14亿同胞 没有其他华侨 对没错 然后他其中又有一段讲到说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屹立 超过70年 我们国庆是几年 109年 去年108年 他为什么是说超过70年 为什么不是讲108年 70年的 去年的70年前 71年前是1949年 1949年是什么呢 就是中共建国那一年 中华民国政府 整个被赶到台湾来的时候 所以他有点强调 他就是说那个是一个新的 中华民国的样的长相 那个时候开始中华民国就 只有在台湾了 对所以这东西要带到什么 带到他后面会讲就是 中华民国台湾六个字 绝对不是蓝色也不会是绿色 是整个台湾社会最大的共识 就你知道所以他那个都是很 我觉得他背后自囊团 应该花了一整年在写这个 这边讲完就已经开始准备今年 今天人家要讲什么 对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就是 那个东西背后的写 其实是有意识的 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件事情 台湾是一件事情 甚至中华民国台湾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所以明天 明天我们播出时间是什么时候 反正总之十月十日 对我们十月八号播出 对所以刚好隔两天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听听看说 蔡英文他是怎么在国庆日上面去发表他的论述 对都到底 到底会不会讲中华民国呢 还是都会讲中华民国台湾呢 他是用比如说109年强调这个事情 还是会强调说 中华民国在台湾七十多年来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很隐性优维的政治表态 但是有有概念的一听就知道说 啊他现在讲什么 对 因为我的理解是 国庆日应该是所谓建国纪念日吧 就是建立了 什么国 这个国家的 我们认同的那个国家的那个 的认同 所以或许台湾独立的那一天 我们就可以换个日期 换哪一天比较好 十月份的假好像比较多 换一个几月好 跟春节一起过吗 病到那边一起过 好明年十月看看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之前有做个一个 类似小游戏 其实让他体验一下 就是中华民国的一些 法律的一些方面 我们会附在下面 大家可以有事没事去玩玩看 这个小游戏 你也可以直接在脸书上 不是脸书 搜寻平台上搜寻中华民国人小测验 对 中华民国人小测验 应该某某取的吧 没有不行 哈哈哈 又不是中华民国小人测验 还好啦可以啦 你最后不是说想要讲一下川普 对啊 你知道上礼拜 就是上礼拜廉假嘛 然后廉假其实还是会看新闻 因为想说这礼拜就要讲什么 就是川普确诊 然后我想说 川普确诊好像不是我们手背范围 对啊 但是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而且因为川普确诊 因为那时候其实有辩论会嘛 川普跟另外一个候选拜登 辩论会之外 马上说什么很多争议 但是马上接着 川普又确诊 然后川普确诊没多久 我也不知道他真的假 他有说什么他什么很强 他已经什么打败这个 什么中国病毒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他有他白宫有出那个 纪念币吗 就是就是说川普 抗抗 那叫什么抗疫成功的纪念币 come on ok 好祝福他 什么多少钱 好像一百二十五块美金 好 请点我们的连结 可以只有五块 没有没有没有 好像已经卖完了 好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 因为不管是接下来的 美国要十一月初 开始总统大选吧 那不管是谁选得上 川普或是拜登 或是到时候什么 选举会不会有效 会不会取消 其实对于不管是台湾 甚至整个亚洲 或是世界的局势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目前在规划 我们会再请到 这个长期涉猎美国政治 还有就是台湾 和美国国际关系的 美国台湾贯彻战的朋友 我们会在美国大选前 找一天 来跟他们聊聊 到底这些美国的选举啊 会对台湾啊 整个台湾在国际局势 扮演的角色 会造成什么影响 会请他们再跟我们分享 还蛮期待的 嗯 对所以要继续锁定 我们的这个Podcast 按下订阅 好 那我们今天聊到的 相关文章连结 也都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 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 卧槽脸书 IG 还有YouTube频道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你看我现在都懶得讲那一串 因为实在太长了 对 为什么只有前面我跟我讲 你真的不用讲 不然下次换我讲吧 好 YouTube开启小铃铛 然后再提醒大家 我们有自己的Instagram Olly Olly 就是Podcast的Instagram 要说清什么呢 就是卧槽描正直 How to spell 你就打watchout.podcast 就可以了 就可以搜寻到我们 然后这个好像比较简单 真的 中文大家不要常打错 watchout.podcast 你打卧槽一排 就是应该都是我们 好对 然后全部订阅 对全部订阅起来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两个长什么样子 好好好紧张 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 对 好啦没关系 大家这个最后一定要提醒大家 这件事情就是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的内容的话 一定要定期订阅支持我们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然后还是呼吁大家 多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 之前有收到一个蛮好的留言 但是那是对于我们另外一个尬聊委员会 节目的留言 有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听另外一个节目尬聊委员会 对 一样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对我们努力再升下一集了 我催一下 好 大家一样不要错过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 下个礼拜见而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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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